立法院今天将审查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宣示 愿意在两年内清理国民党现有财产 在扣除负债之后 余额将全数来捐作公益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大军长举行党产记者会 宣示两年内清查国民党产扣除退休人员退休金 限职人员年资结算金 保留合法取得的办公厅设等索取经费后 将余额全数捐作公益 由于立法院院会 15号将审查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 洪秀柱表示这是违法违宪的草案 我要告诉我们的蔡总统 当我们社会各界都非常期盼蓝绿和解的时候 你加持着总统跟主席的权力 对一个合法的政党 进行超加灭门的回党的一个动作 不过对于洪秀柱国民党产归零的宣示 民进党质疑党产清理 有无公信的人士进行监督还是黑箱作业 根据这项草案内容 未来行政院将设置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委员11到13人由行政院长派任任期四年 同一党籍委员不得超过总额三分之一 任期中不得参与政党活动 只要是政党以及其附随组织 像是救国团 复联会等财产都必须申报 如果不申报 每次长可罚50到250万元 累计处罚五次 就可以推定是不当党产 而且只要是不当党产 就一定要在一定期间内返还或追缴 民进党立院党团也表示 如果洪秀柱真的愿意清理现有的党产 那更应该支持党产处理条例草案 让各界共同清朝党产 那过去不属于国民党的 怎么还给人民 这才是最重要 所以没有所谓超加灭族 到底有哪些应该是属于你们自己的 不应该是属于不当党产的范围之内 你们可以举证 讨论 不是刚好符合你们要的 所谓清朝的一个条件吗 民进党立院党团表示 洪秀柱的说法不会影响立法进度 民进党团也希望这次立法院 能顺利将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 顺利三读通过 记者张志宗谢其文吴奇昌台北报道